老婆一美人一答回答一下醋宝羊问题 第二醋宝肉这咋回事 看图片的话呢 醋宝一定要知道这个叫一帆风顺 也叫白掌 它这个呢就是缺水 第一点是缺水 有点蔫了 再一个是缺肥 明白了吗 有点缺水缺肥了 你可以适当的 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多浇一丢丢的水 再来一丢丢的肥料 但是不排除温度低的是 看着是不像 反正就看着像缺水 下个醋宝我这个龟背乳 咱们的呢 这个像是晒的 亲爱的 你拍的时候 你能给我拍正面吗 你还给我拍个反面 龟背乳喜欢阳光 但是害怕暴晒 像绣球 兰花 海蜆 还有绿螺之类的 都是洗洋的 但是怕晒 这话说我理解不了 就是你喜欢喝水 并不代表你会游泳 明白了吗 懂这个事就行 这怎么办 你搬到里边点 这种不好的叶子剪掉就行了 它还会涨新的 下个肉堡 发财数经常黄叶怎么办 有一个枝条好这里 我不用看 你也就那一个枝条好 发财数也是个啃老族 它下边树桩子虽然说很粗壮 但是根系很薄热 不发达 营养供不上去 你要在广东地区 你地栽 其实这个东西呢 好像叫安树 反正就是很好活 但是在咱们家里边 你一定要明白 你一定要定期的给它修剪修剪 因为你的土壤 总体来说 包括空气湿度 包括温度达不到 所以说让你修剪 让它长新的 不停地压榨它的价值 该给肥料给肥料 明白了吗 该修剪的修剪 它不黄就怪了 因为它营养供不上去了 下个周宝说 帮我看看钓叶子很厉害 就让它钓吧 你话说 你咋那么绝情 幸福就是 你就这样 你摸一摸盆土 不干你就别浇水 你记住 你往下抠一抠 干了你该浇水就浇水 该试肥试肥 该掉叶子就掉叶子 这话说为啥 就你那家庭情况 给你找个媳妇 你媳妇不愁得掉头发才怪呢 它有一个道理 明白了吗 掉点叶子很正常 别折腾 很多的话 一看掉叶子 开始用各种药 各种肥就用死了 像适应你家环境 它掉到一定程度 它就不掉了 到那时候 你摸摸盆土干了 你水肥跟上 它就能在你家活好好的了 下个周宝说 老花一你看看这什么树 也没提 你觉得我跟大家一会儿说 以后问我花会名字的 就别问我了 你自己起个名字 叫着就完了 它也就这个名 对吧 好了 最不错 记得点关注 我是老花一 两话最整理 白了之路